前幾年我去了一趟印度 那是我第一次去印度 我之前對印度的了解 其實來自於電影 我很喜歡那個阿米爾汗的電影 從他第一部電影 我看他第一部電影 就是三個傻瓜那部電影 我覺得他的那個批判性啊 那我非常喜歡 後來我跟著有追他的像是 那個外星人的那個 來自外星的PK之類的 那其實對於宗教的批判 我覺得非常的直接 而且非常的到位 甚至我覺得台灣電影 對於我們的傳統民間宗教 或說現今的宗教 都沒有那麼直接的去看待 那麼直接的面對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還蠻厲害的 甚至後來前幾年有出來的 這個是冠軍女兒 對於家庭 對於性別 我覺得那些反省性非常強的電影啊 在我們過去 誤以為寶萊塢都是一些好玩 跳舞 不合邏輯 那些電影給我感受是很不一樣的 所以其實我對於印度是 那塊土地是有些嚮往的 我去了之後 我去的是那個國家是在印度的中部 在中部的偏南方的地方 然後班加羅爾 它是印度的科技城 就有點像是美國的矽谷一樣 我到納爾的時候 除乎了我意料之外 那你的人的 那你的環境 其實開發的並沒有那麼的完整 甚至喝水馬龍啊 不過他們的車跟我們的車不太一樣 他們看起來比較像是 可能台灣40年前的拼裝車的那個樣子 不過讓我覺得最開心的一件事情就是 他們每一個人車上都有一種獨一無二的鈴聲 我們的喇叭通常就是 砰砰很大聲的喇叭 他們喇叭就像是音樂一樣 不同的音樂 然後他們的人在車 在路上開車的時候 又特別喜歡按喇叭 所以可能別人覺得有點吵 但是因為對我來說 這是一個第一次新奇的經驗 所以我我彷彿覺得他們在往 我彷彿覺得他們在那個 馬路上開啟辦起了嘉年華會 然後大家透過按喇叭 彼此之間傳遞的一些 我們完全不能夠理解的一些 密碼訊息透過音樂的形式 我進入到了印度的時候啊 我是受亞木特的酒廠邀請去的 然後到那爾亞木特的人就帶著我去酒廠 那從剛開始早餐的第一餐到中餐到晚餐 三餐都是吃所謂的咖哩 我們喜歡說印度人都是吃咖哩嘛 但事實上我們到那爾去之後 你會發現印度菜沒有咖哩這件事情 我們所謂的咖哩其實是用一種簡化的定義 在印度對他們來說 他們自認為是香料之國 他們只是應用了各種不同的香料 讓你可以自由運用在你所有的 包括蔬菜 包括所有的肉類魚類之中 產生非常豐富的香料氣味 而且每一餐都是 咖哩很可能是日本人啊 把那個印度的印度的香料製作成一個 我們比較理解的咖哩的風味 不過因為三餐都吃咖哩 我終於可以理解到 為什麼很多人說印度威士忌當中會有咖哩味 或許這就來自於他們生活當中 長時間接觸的大量的香料的氣味 讓他們的文化 飲食文化當中認定 這樣的豐富的味道是一個好味道 就像是如果你每天吃麻辣鍋 你無麻不歡 無辣不歡的過程啊 你再喝起威士忌 你總是會希望從威士忌當中 或許你也可以品嘗到其中 帶一點焦麻的香料氣味 在威士忌當中 你才會覺得過癮 或許是吧 所以我們常覺得威士忌當中 記錄了天地人的道理 葡萄酒或許更多的老天爺 還有包括土地的環境氣候 甚至是土壤排水啦 豬池類的影響 但是其實威士忌對我來說 最強大影響它的風土條件 其實在於人的部分 人的品味 包括那塊土地的品味 決定了他們想要做出什麼樣的 好味道的威士忌 因為我從來不覺得有任何一家 威士忌酒廠想做出不好味道的威士忌 而每一個人認定的好味道是不一樣 就像我常舉例滷肉飯這個例子 台北的滷肉飯跟台南的滷肉飯 甜度就是不同 因為他們認為美味的基準是不一樣的 我到了印度之後發現印度那裡的威士忌啊 Angershare 是16% 而台灣啊 格馬蘭號稱Angershare 是8% 所以換言之 印度那兒的這個熟成的速率 甚至比台灣這裡的熟成速率快兩倍 亞木特的威士忌 十年已經是非常驚人的 那已經是非常老的老久了 所以你就知道那個熟成的速率是非常快的 當台灣人還在對於台灣這塊土地 亞熱帶氣候的溫度 能不能夠做出好的威士忌的時候 印度人已經不會懷疑他們那塊土地 是不是能夠做出好的威士忌 因為亞木特在全世界跟格馬蘭一樣 得到非常多的大獎 甚至他們還得到的蒸餾長獎啊 最佳那個品牌大使獎 所以換言之 他們反而沒有像我們這樣子 習慣性的自我懷疑 我到那個地方 亞木特酒廠的人告訴我啊 當地的官員爭先恐後排隊 都希望能夠買到亞木特 但是因為亞木特的產量太少了 他們希望著重在於出口到國外 讓更多其他世界的人了解印度威士忌的美好 所以他們配在國內的量很少 大部分都外銷到國外 所以他們就是一瓶難求啊 所以當在台灣這塊土地拿到亞木特威士忌 甚至像這一支我待會要試喝的是單筒的威士忌 這其實是一個難得一見的珍品 可是其實我們或許覺得哎呀 這是印度威士忌 我們並沒有那麼多的覺得它那麼好 但事實上在不同的國度 人們對於印度威士忌的感動程度 很可能遠遠超過於我們 我們多半被於被這個我們 因為我們是威士忌的天堂 我們在這塊土地可以拿到全世界各地的威士忌 我們都拿到我們其實是被灌壞的 我們回到說我喜歡那個電影 就阿米爾汗那個電影啊 老實說我去印度了之後發現 那塊土地其實是相對來說 是比較貧窮的落後的 但是那塊土地的人們 對於這個國家的向心力 是非常的強大 他們非常熱愛他們的國家 而且對他們 因為我有去參觀他們一個國家的公園 在那公園呢 其實那棵公園也是那塊土地的水源地旁邊 然後到晚上的時候 所有的人都往一個噴泉集中 在當時雅木特人員並沒有跟我說很多 我就跟著所有的人群一直往那個噴泉集中 到那個噴泉的時候我就發現 他們開始讓那個噴泉有了五光十色 並且開始有配樂 那些音樂就是我們熟悉的好寶萊烏的音樂 我在那兒其實剛開始並沒有太多的感覺 直到噴泉大概有20分鐘左右吧 直到那個噴泉的最後一首歌開始播放的時候 所有的人啊從噴泉旁邊的座位區開始往噴泉集中 而且每個人開始樹立 甚至我看到有幾個穿著軍服的人 戴著那種軍帽的人 不只是往噴泉集中 甚至開始敬禮了 開始有那種敬禮的舉動 其實當時嚇了我一跳 我猜測那很可能是他們的 國家的某種重要的歌曲或是國歌 老實說因為我印度國歌我不瞭解 但是每個人開始唱起歌來了 而且是非常的雄壯的 非常的感動 在當時我全身起了雞皮疙瘩 然後那首歌結束了之後 像是一個畫下一個句點 所有人就開始從噴泉那裡 開始往四處散開 就結束了那一天的參觀行程 那樣的對國家的敬重 以及那塊人民的這種向心力 其實我是非常的有強烈感覺的 說到亞木特這支酒啊 我去參觀他的水源地 他水源地距離原來酒場的土地 非常非常遠 很多人去過印度都知道印度的水 相對來說因為地殼變動的關係 他們水裡面充滿各式各樣的礦物質 所以有一些人呢 到了印度之後會水土不服 所以很多的旅行團都告訴我們 去印度不要喝當地的水 有些人誤會了就說當地的水很髒 但其實不是 只是它裡面有很多的微量元素 很多人的腸胃不習慣 因此就拉肚子 印水池對於威士忌的製作來說 並不見得是好事情 所以亞木特他們就特別千里條條 從數公里之外 他們找到了一個全染水的環境 然後找了運水車 運到亞木特去生產威士忌 還有他們使用來自於當地的麥芽 是來自於喜馬拉雅山山路的 自己在地的大麥 蘇格蘭的大麥芽 都多半用的是惡能大麥 因為惡能大麥的出酒率最高 因為它含有最多的澱粉 可以轉化最多的糖分 因此就可以變化出最多的酒精 出酒率是蘇格蘭威士忌在思考 什麼是好的麥芽最重要的指標 我去亞木特採訪的時候 酒廠的首席調酒師 在給我試他的新酒 就是New Make的時候 我感受到它的豐富性 我就問了這個首席調酒師說 你們使用了什麼樣的大麥 首席調酒師告訴我說 他們用的是六能大麥 我嚇了一大跳 因為我過去的理解 所有蘇格蘭的大師們告訴我的 二能大麥是要來做酒的 六能大麥是要給牲畜吃的 為什麼 因為蛋白質比較多 澱粉比較少 因此出酒率比較低 這是他們的理由 可是我到了印度 他告訴我 他們用的在地大麥是六能大麥 我把我的理解 跟亞木特的首席調酒師分享 我說這樣蛋白質比較多 不會造成你們的麻煩嗎 他們的首席調酒師告訴我說 是的 正因為六能大麥的蛋白質比較多 所以以至於它發酵的過程當中 它會製造出更多複雜的味道 酒精的產出率沒有那麼高 但相對來說風味的產出率更高 他告訴我一個 他告訴我一句話 直到目前為止我都忘不了 他告訴我說 Steven 我們做的是威士忌 威士忌要的是風味 不是酒精 這句話讓我深思非常久 這是他們印度人 用屬於他們自己的方式 思考威士忌 用全世界最標準的做法 做出世界級的威士忌 並且把他們自己在地的文化 在地的飲食文化 以及屬於他們自己的思維方式 放進了國際級的威士忌當中 沒有人能夠說亞穆特不好 就如同沒有人能夠說 台灣的葛瑪蘭不好 會說他們不好的 其實是自己的自私的觀念 或是見識的淺薄而已 那我們就來喝喝看這隻亞穆特 這隻亞穆特啊 它上面就是寫著 就是我剛說的在地的六能大麥 真的有咖哩味 我覺得它像是一些 像是丁香啦 豆蔻啦 嗯 還有一些肉桂啦 胡椒啦 哇 好多的香料味非常的豐富 當然它用的是PX雪莉桶 所以它有很好的麥芽甜香之外 它還有那些葡萄乾 然後豐富的豐富的那個香氣啊 那種帶一些果醬 還有一些那種汁粉味粉粉的味道 哦 哦 飽滿 哇 這個真是飽滿 然后口腔当中跳跃的感受 那种因为香料的风格 跳跃的感受 其实是在许多的苏格兰威士忌 是没有不容易找到的 因为苏格兰威士忌的桶子的香料味 会下的相对来说饱满 国际级的印度威士忌 我喜欢喝威士忌 有时候我从威士忌里面 可以喝出我们对于人生的反省 甚至我常常在喝威士忌的时候 常常喝出一些对于社会价值 一些过分固着的社会价值的反省 因为连威士忌都在反省了 我们做人也要懂得如何自我解释 自我反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